我現在在這個場景裏面 就是一個在辦公室裏面 搭了一個延展科技 就是Extended Reality XR的一個設計 我背後是有牆 然後地上都是一個XR LED panel 在COVID期間看到大家都很困難 也都知道譬如Netflix 現在他們如何堅持繼續拍戲 原來Netflix一個這麼大的製作家 其實他們在不同的地方 都開始起這些所謂的 Virtual Volumes 這些XR的一些場景 令到不同的演員 可以在他家的地區拍到戲 不用到處飛 其實這也是一個藝術科技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 好在這個時代我們這個發佈會 為何會採取這個模式 其實都是一個嘗試 我當它是一個實驗 在香港可能是在亞洲 第一次嘗試在辦公室的 一個conference room裡面 去搭一個XR set出來 然後去做一個發佈會 他一直跟政府說 就是要深信藝術科技的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這次我覺得我們真是 Put the money where our mouth is 用了一個暫新的方式 去舉行一次有特色的發佈會 希望以實質的行動 告訴大家 我們是深信民創產業 和藝術科技的前景 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都耳目一新 都會繼續去緊貼 和留意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